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接下来 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 眼皮慢慢地垂下来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 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中或者眼皮轻松地垂起来 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 然后我们今天开始静坐之前 我们先来意念一下 我们在过去所修过的功德 无论是不是持继或者静坐的功德 如果哪一位修过的功德很多 多的没办法在短短的时间 意念到所有的功德 也没有关系 永远远备 这几次最发起的功德 这个最发起的功德将会接引其他的功德来积聚在我们的心 所以哪位对哪线功德感到特别发起 我们可以先意念到那个功德 出截的功德也好 供养功德义也好 供养在身 供养要务建立寺院 放生 等等功德 出戒的话 我们平常有持五戒 在佛日的时候 有持八戒 而且我们每一天都有诵经 定作 意念到这些功德 心感到发起充满 这个发起的感觉将会止润我们的心 让心感到轻松 失败 然后我们一起来 舒舒舒服服服的做 大家一整天都在忙很多事情 现在是我们休息的时间了 那么我们就舒舒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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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样做我,可以做得久,不容易酸壁,麻痛,这样就可以。 都没有给自己太高的要求,都没有给自己什么标准,我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失败,失败地做就可以。 什么时候感觉,哪里酸,哪里痛,我们也不需要忍耐,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整没有关系, 因为静坐的关键就在失败地。 如果我们做到一段时间就感觉好像自己不想做了, 或者好像我们修行静坐的经验没有进步,就表示失败,还不够失败。 如果真正的失败,我们自然而然会想继续宁静,继续静坐。 而且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宁静,可以进入到更神的境界,就以这个sabai为关键。 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 大家不要忽略这一点,先让我们的身体感到spy,我们的心才能够跟着spy。 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一起来调整。 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 眉头也跟着放松。 眉间的肌肉也放松。 鼻子 嘴巴 两边的脸颊 也多放 轻松 我们的颈部也稍微观察一下 它有没有在无意中低头定作 低头定作会让我们容易昏沉 容易打瞌睡 所以我们调整一下 两侧肩膀 手臂 手腕 手掌 十指 手指头 都完全放轻松 现在我们的手怎么放也没有关系 以轻松 嘴巴 围图 声音 Violet Wa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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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 《胸部》 臀部 腹部 肺部 肺部 脚步,两只脚,大腿,小腿,十只,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 现在我们全身都很轻松,全身都毫无警战,毫无用力。 然后我们就来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 理念都没有任何内障,身障,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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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我们感觉身体变得更轻松。 呼吸的时候我们感觉更顺畅。 然后我们来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正在坐在一个泡泡里面。 这个泡泡很轻松。 是透明的。 当我们感觉自己正在坐在泡泡里面的时候,身体就变得跟泡泡一样轻。 感觉好像我们的身体能够慢慢地扶上来。 慢慢地扶上来。 越来越高。 我们越来越多。 现在我们的身体能够慢慢地扶上来。 我们的身体能够慢慢地扶上来。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那里。 那里感觉舒服? 我们就先把心安放在那个地方。 。 当我们的心能够在舒服点休息的时候。 我们的心很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能够真正地放松。 更正地放松。 更正地放松。 如果我们回到身体的中央点也不要勉强。 我们就先把心安放在舒服点那里。 轻松。 轻松舒服地做。 失败失败地做。 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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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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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异性 多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化 法身的家庭 有静静的身 口意 众生行善 一点恶业都不要去找 也愿我们 得叫善友 没有叫任何孙友 远离一些恶人 愿我们 设身财 潜财 能力财圆满 方便修光德 佛罗命 也愿我们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长寿 智慧增长 早日征得 内在的法身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消失的功德 供养 供养给每一尊正当正觉佛陀 每一尊 毕子佛 每一尊阿罗汉 供养 供养给我们每一位 法身法门 法身法门道士 有龙部祖师 龙化疼门西 有法身师父 战老奶奶的恩等恩师 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 然后接着就行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 Saphe Puttapalapattapajekananjayangparang Arahantanantatechena Rakangpantamissapasop Sapaputtanupavena Sapathmanupavena Sapasankhanupavena Sapathasotthi Pattvandodate 请大家以最发心的心 互相随喜功德 Sapathu 今天我们要回来继续讲 几古独长者的故事了 我们必须看 应该 大多数的同学应该会忘记了 我们必须讲到哪里对吧 今天我们就先来复习一下 我们很久以前 就是一个多月前 讲到几古独长者的家里面 有一个天人 他有邪见对吗 然后他就宣请 这个几古独长者说 不要再修功德 不然的话 总有一天什么财物 都会变空的 都没有了 所以呢 他就来宣几古独长者 几古独长者不听他的话 然后呢 你所发生的事情 不是很奇妙 那我在过去的时候 遇到的事情 会更奇妙的 记不记得 不记得 我们今天就继续讲这一点 大家 几古独长者听到佛陀说 佛陀说 在他自己在过去的时候 遇到的事情会更奇妙 那个时候 几古独长者呢 他就趁着这个时间 问佛陀说 佛陀 那请你开示吧 那你之前 所遇到的事情是怎样 佛陀就说 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国家 就是在波罗那城那里 有一个国王 他的名字 叫Pramatata国王 不晓得大家 对这个名字 会不会有一点熟悉啊 在这个 食人者的故事 对吗 但是 这位Pramatata 跟食人者故事的 这个Pramatata国王 不是同一个人 不过同一个名字 而且在经典里面 会常常出现 Pramatata国王 这个名字 就好像是 国王的一个 一个专用名词 就是 只有国王 才会有这个名字 他原来的这个属名 可能不是这个名字 但是当他 升国王了 就会有这个Pramatata 这个名称 那个时候 菩萨是生在 富翁的家庭 很有闲的 他16岁的时候呢 就 精通了 所有的学问 所以大家 我们 释迦摩尼佛 当他 身为 西达多太子的时候 他是不是16岁 就精通 所有的学问呢 也是一样 对吗 其实不只是 他最后一生 才可以这样做到 在过去的时候 他就已经做到了 所以这些 都是累积啊 大家 有一段时间呢 他的父亲往生 所以 他 他就 接着这个 父王的 这个 这个位 这个位置 然后呢 就继续 完成 他的工作啊 他开始建立 布施的场所 当时的 父王呢 除了 自己 啊 去 有很多钱 去做生意 或者去 使用这些财务 以外呢 就有很多 父王 他们是 建立 布施场所 就是要 把自己 所拥有的 东西呢 就 捐给 需要的人 那他建立 布施的场所 是建立在哪里呢 有六个地方 大家 四个地方 是在四方城门 就是 那个城门 有四个方向嘛 他就会建立 这个布施场所 还有 就是在 城市的中心 就是人最多了 那里也有建立 这个布施场所 还有 家里的门口 所以大家 想想看 如果 家里的门口 也有 这个 布施场所 会怎样呢 哦 他 他的家 一定会 很热闹 对吧 因为 每天 都有人 要东西 对吗 但是他 看 这个 不是问题 他很爱 布施 而且 他也有 持戒 平常 有持五戒 在佛日的时候 有持八戒 有一天 他正在准备 要 吃早餐的时候 你看 富翁吃早餐 如果是一般人 就是一碗粥 或者 怎样呢 三明治 或者一杯咖啡 就可以了 但是 那个是一般人 富翁吃的早餐 特别精致 大家 就会有 用人 拨着这些 紧致的盘子 拿来 给这个 这些 给这个 富翁吃 但是那个时候 刚好 有一尊 辟知佛 辟知佛 就是 自己 没有听 佛陀的法 但是 自己 可以 证物 但是 他 跟 正等 正觉佛陀 有什么 不一样 正等 正觉佛陀 当他成佛了 他还去 度众生 但是 当时 富翁吃 佛呢 他 自己 正悟 但是 他 没有 去 度 众生 这是 差别 所以 一尊 他 正在 露宁 通常 露宁 就是 其天 大家 当时 没有吃饭 当时 没有吃饭 就 认识 其天 然后 当他 出露宁 的时候 他 就 观察 看一看 我今天 要去 渡 水 就是 因为 这个 如果 有人 我们供养辟子佛的话 刚刚出定的辟子佛 功德会特别殊胜啊大家 所以辟子佛会先观察 这个功德呢 要给谁比较好 通常我们就应该会给 这个贫穷的人 或者遇到困苦的人对吗 但是辟子佛不是这样看 是看这功德是适合给谁的 因为跟过去是有关系 那个时候呢 父王菩萨的画面就出现在他的定中 那个时候辟子佛就拿个波 要前往这个父王的住所 他就飞过去了 飞到这个父王的家 那个时候父王要准备用早餐了 如果大家是父王的话 你们会怎样 会不管吗 开始动手吗 应该不会对吧 那个时候 这个父王远远的看到 是谁飞过来的呢 有一位出家人 他就因为他是对这位出家人呢 好像有起信仰心 他就起立合掌 要迎接这位辟子佛 然后呢 他就转身 好像要跟这个自己的佣人讲什么话 跟他说 那位师父应该需要什么东西吧 所以呢 你去拿他的波回来 等一下我们要供养他 紧致的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啊 有出现一个人 是人吗 好像是非人 这是谁 时间到了大家 我们明天再继续听他是谁呢 不是明天 明天会有另外一位隆僻来分享佛法 然后我们后天再继续听 今晚隆僻祝福大家 祝大家胜心与快生命光明 早日正得内在的法神祝福大家 晚安 后天见